早安现场 各位听众您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在今天的早安现场这个单元呢 志平要跟您探讨这样一个话题 其实每天早上我们在编辑新闻的时候 只要是有介绍到台湾的现状的这些新闻了 志平都很有兴趣 好希望可以多花一点时间 跟听众们说的详细一点 那么可惜我们的早安新闻的时间 大概只有15分钟 所以我们就把一些比较有故事性的一些议题 或者说可以延伸出来的议题 放到后面的访谈单元来 那么今天这个话题 我觉得非讨论不可 怎么回事呢 我看到了一份报告 是说大学生 他们的入学的大学生 健康状况 问题很多 到底有哪些问题 今天我们要请学者专家来告诉我们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受访者 这位是台北医学大学保健营养学系的主任 陈俊荣 陈主任 主任您早 早安 主持人早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 是 谢谢主任 你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主任 我想先请教您 听说台北医学大学 调查了最近两年 大医的新生 他们的入学的时候的健康状况 我想先请您来告诉我们 大致上 粗略的来看一般的结果如何 一般的结果 这个我也是蛮意外的 因为在从事这些医学等等这一方面的研究 那自己常常在做一些有关于代谢症候群方面的一些结果的探讨 那如果看到我们大学生的一些体检报告出来 而且是新生 不是因为经过四年的这个大学生活的一些毕业生 是新生入学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包括肥胖的比例啊 还有一些血液里面的胆固醇 还有尿酸 还有肝功能 我们基本上把这些数据把它统整起来看的话 确实还蛮令人意外的 怎么个意外法 就是说我们大概每一年在大学部会大概有一千人左右的这个新生入学体检 那像肥胖比例的话大概占有百分之八到十左右 这个跟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 跟一般我们已经出了社会的这个成年人相比 这个比例的数据相比的话是哪一个高 相比的话当然是社会上的人是比较高 因为年纪越大的话代谢的这个速率就会变比较慢 那因为这个我们在饮食上面摄取过多热量 或者在活动上面活动量比较小 自然就容易造成肥胖的问题 但是新入学的学生应该只有十八岁左右 肥胖比例这么高的话 确实是值得我们担心的 那应该要多少大概还在可以算正常的范围 正常范围应该是特别是考上医学大学的这些学生 应该更加理论上来讲应该更加注意自己的健康 而去调整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或者是饮食习惯 至少在这个体重上面应该做好控制 这是我们我们自己想的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子 但是事实上新生入学体检的一些数据显现出来 却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两个问题要请教主任 就是说一个男女的比例都是这么高吗 男女的比例从我们的调查的这些结果看起来 男生的肥胖是比较严重一点的 好那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那这个肥胖是因为他们大概饮食习惯都吃了哪些东西 从这个事实上也可以从国民饮食的这个调查结果 我可以发现啊 那个如果说这个平常饮食上面缺乏蔬菜水果 或缺乏颧骨根筋类 那取而代之的当然就是一些欧美式的饮食 比如说他的脂肪含量高 热量密度高 那另外一方面算是纤维比较少 那久而久之就容易造成这样子肥胖的一些问题出来 那当然肥胖不仅是外表的问题而已 我认为说他对于健康上面的危害更剩于外表 那取接下来可能会发展的一些疾病 包括血脂 血脂的异常 还有血压的异常 还有这个血糖的异常 那会衍生出很多很多的疾病出来 特别是威胁国人的一些主要的死因 像心血管疾病 脑血管疾病 糖尿病 高血压等等 这些都会接踵而至 这么年轻就会接触到这些 大概是中老年人才会得的疾病 哇难怪这么多的健康检查数据告诉我们说 年轻人越来越不懂得爱惜自己了 那可能是普遍整个社会的生活习惯改变 也是习惯改变所造成的 所以现在这些疾病已经不叫做成人病了 现在叫做慢性病 那在国外的话是把它叫做生活习惯病 生活习惯病 也就是跟国人 告诉国人 像现在很多先进的国家 像美国日本 都把它叫做生活习惯病 也就是告诉国人 如果生活习惯不良 包括生活起居 还有饮食习惯 这些都容易造成这样的一个疾病 那这些疾病也不是成人特有的 也不是过了几岁以后才会有的 事实上美国还有日本做了很多的这个解剖病理解剖 他发现说这些慢性病在国内称为的这些慢性病 不是从成年人开始才发展 而是从年轻时候就已经开始发展 这个提到了生活习惯 这个待会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分析 不过我们一样一样来看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在线上为您访问的是台北医学大学保健营养学系的主任陈俊荣 请陈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 这个看到现在大一连续这几年来的大一新生的健康检查的报告来看 其实有一些数据是值得大家来警惕的 刚刚我们提到的是所谓的肥胖 可是我听说这个看到这一份的报告里面 其实还有所谓的肝指数还有胆固醇的问题 这几个这个调查项目它的数据又是如何呢 那从这个肝指数来看 理论上来讲这一群大学新生应该在出生时候 有接受过这个B型肝炎疫苗的接种 所以理论上应该不是病毒型肝炎所造成肝指数异常 但是我们看到这些肝指数异常 大概将近有一成左右的这个学生呢 他的肝指数是异常的 一成百分之十耶 可能是一些脂肪肝或者肝脏功能 或者是过度的生活习惯不正常 所以一些肝指数的异常现象出现 意思是他们很晚睡吗 是可能很晚睡日夜颠倒 那再加上一些营养的不均衡或者营养过剩 导致于身体一些机能的衰退等等 这些都有可能造成肝指数的异常 天哪 可是他们浑然不知啊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嘛 等到知道的时候已经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平常就知道要保养才对了 好这个除了肝指数之外 另外还有肿胆固醇 这个数据是什么 是要调查哪些意涵呢 肿胆固醇跟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 跟血管方面的疾病会有密切的关联性 那么我们这一次的新生入学体验呢 其中有两百位 两百位左右的新生 两百零七位 也就是说一千位的新生里面有两百零七位 将近两成的新生呢 肿胆固醇是偏高的 那这表示说这个可能在日常 第一个是生活缺乏运动 所以没有办法代谢这些胆固醇 第二个在饮食上面也是很重要 包括是很多动物性食品 然后油脂摄取量过高等等 这都会造成中胆固醇的浓度升高 哇哦 那这个胆固醇升高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最后的结果当然这个后来会发展 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血脂异常 那血脂发生异常的话 尤其是胆固醇跟三酸甘油脂过高的话 容易造成血管的硬化 还有一些周状动脉硬化血压的异常 那当然就会发展成为心血管疾病等等 这个听到这一类的病情 就回复到刚刚我先说的 就说好像年纪近轻就得到这些病 会整个人生会不会就变得 失去了色彩的感觉 我在这里强调 它这个应该还没有达到疾病的一个程度 只是说有一些数字异常 那事实上如果这些数字异常 不是超过很多或者是特别的明显的话 就是说它超过一点点 或者是在我们还不到 没有达到疾病的一个疾病状态的情况下 可以藉由这个生活习惯 特别是在生活起居 还有养成运动的习惯 另外一方面均衡的营养 不要过量过度的食用一些 加工食品 含糖饮料 或者是吃太咸 口味太重 等等这都可以矫正这些异常的现象 这是主任你给这些学生们的建议 对不对 就是一个解答 唯有这样才能够把这些数字恢复到正常 可是成年人来做都很难 更何况是学生呢 学生因为他们会有比较多的活动时间 另外他们在外面 尤其是外食人口非常非常的多 对 那我就是这样子呼吁 就是说在日常的生活中 就尽量把运动融入这个生活里面 另外一方面能够改善一下自己的饮食器官 不要吃太油 太咸 太甜的东西 动物型食品减少 动物型食品的摄取 这些都可以去帮助这些异常的素质恢复正常 是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您访问的是 台北医学大学保健营养学系的主任陈俊荣 请陈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 有关于看到这么多的 这一两年来的这样的一个健康检查报告 学生们他的健康情况怎么样 老师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现在接下来我要请你 假定说你看到这一份报告 然后我们往回推 往回推 就是说这个报告上面看到这么多的异常 这个又是肥胖 这个已经过重了 然后它的甘指数也是高的 然后它的总胆固存可能数字也异常 我们往回推 这个学生 这位学生 男学生好了 他从早上醒过来 一直到他晚上睡觉 可能他一整天的生活地图是什么样 生活形态是怎么样 你可不可以稍微形容给我们听一下 说不定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早上醒过来 也许他很睡得很晚 我说他不得不得赶早来上课 他早餐吃什么 是 只能这样一整天的生活下来 他的作息时间 始终是怎么回事 可不可以请你简单的 略微的告诉我们 那这个我想 家里都有小孩 或者自己也经历过这一段 以前我们都要联考 那这样一听就知道 我大概年纪几岁 这样子 那从当然念书就念得很晚 熬夜 熬夜不外乎就喝一些咖啡 刺激一下自己的这个脑力 那希望说可以念更多的书 那事实上整个人的这个睡眠时间是一定的 那如果说这样日夜颠倒的话 就是晚睡晚起 那事实上他的在念书上面效率还是会比较差的 所以我是建议说如果家中有这样子的考生的话 还是要正常的作息 那么他早上早上应该也没有办法很晚起 那就急着去上学 那么急着去上学之后 路上就随便买一个 现在素食餐厅很多 这个随时喝个这个清凉饮料 喝一杯奶茶或者喝一杯红茶 这样就解决掉早餐 甚至很多学生呢他没有吃早餐 很多学生没有吃早餐 那没有吃早餐呢会使得身体的这些指数呢 会变得更加的异常 这个我们在最近看到很多研究报告都显示 包括血糖异常 不吃早餐的人血糖异常的比例会比正常的还要高出很多 哦这样子啊 是 那中午的话可能就是爸妈父母亲在家庭准备的便当 或者在外面买一个便当吃 这个便当呢不外乎上面会有一块肉 那一些饭 那有些这个考生呢 他还是有一些这个女生呢 他觉得说这个饭呢吃了会变胖 所以只吃掉那个肉 那事实上这样子会长期下来也会造成饮食的不均衡 有些人甚至于连淀粉类一点都不碰 是是是 因为怕胖啊 对然后下午呢因为肚子很快就饿了 所以就吃一个零食 比如说一些小零嘴之类的 那晚餐的话就一样的用这种方式去做解决 那长期下来我们这样评估的结果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一整天的活动量是非常低的 他都坐在这个书桌上面 可能是念书 没有做很多的有关于这个户外的活动 老师你可能这个推顾差在念书可能是太抬举他了 还是在滑手机之类的 有可能在打电动了 滑神魔了 那因为现在的这个团体活动啊 因为现在有一些景象 这也是值得引诱 就是说这些小孩子他只会滑手机 或借由这个手机或者是这个电脑的对话 去跟朋友们做对话 真的见面在一起就很难去做一些语言上面的沟通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引诱 真的 那另外一方面他的在饮食生活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缺点 包括他第一个 他的吃的东西呢 动物性食品吃太多 吃太油 那外面的 就我们所知外食的这些缺点呢 包括他的味道都很重 那再就是很少蔬菜跟水果 那这个是很可惜的 台湾是有很多蔬菜水果的一个国家 他种类非常多 而且可以用很廉价的方式来取得 但是很可惜的 很多这个包括这个 出了社会的这些社会人 也在日常饮食生活中 也很少融入这些多蔬果的一个饮食生活在里面 了解 哇那这个光是饮食就这样 光是这个 这个趋在 靠在这个桌子上 就是坐在书桌前面打电动 或者是这个不运动 这件事情 那这个天哪 主任你刚刚提的这个 少说说来也有个十五六项吧 天哪完全都是我的写照 所以主持人您可以去检查看看 看看自己身体有什么异常的现象 提早的去做修正去做改善 事实上最容易的方式 我们在临床上也做过很多实验 最容易的方式呢 不是吃药也不是打针 最容易的方式就是运动 跟控制自己的饮食 让饮食均衡 运动生活化 每周至少做三次的运动 每次三十分钟以后 很快的 这些指数都会恢复到正常 可是主任 你说的好容易哦 可是学生们都没有毅力 那怎么不办 那我们学校的话 只有追踪这些异常的学生 然后去做这个体势能的检测 一直到它恢复正常为止啊 真好 是 好 这个各位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啊 当然也许呢 你的年纪已经不是这个大一的新生啊 十九十二十岁这个这个年纪 但是其实如果你的生活习惯 就是刚刚我们的陈俊荣主任 他所说的这十五六项里面 如果你也是早上不吃 或者随便吃一吃 吃个汉堡配个奶茶 中餐吃个便当啊 这个随便的也过咸的便当 然后呢 这个晚餐随便买个炒饭来吃一吃 那几乎是吃不到蔬果 而且是长期坐在书桌前面 也许你是上网 也许你是看书 写功课 这个甚至于你的饮食啊 吃了太多肉 常常喝 这个最可怕的就是珍珠奶茶 清凉饮料 对对对 就罐装饮料之类的啊 如果你真的都有这些坏习惯的话 那你看看 我相信你的这个体检报告会是一直 这个单元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陈主任所跟大家所讲的 可能你就是这个高 那个高啊 所有的数字 那个表打开来看 通通都是红字 跟我的体检表一样 所以主任 所以毅力很重要嘛 是是是 好 千万不要忘记 今天主任教大家的 运动跟控制饮食 才是最重要的 解决你的这些健康指数 亮红灯的问题 如果你不跟自己 好好的相处的话 那么将来你的身体 等你年纪大了 就会跟你抗议啊 到时候就来不及了 对 嗯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台北医学大学 保健营养学系的主任 陈俊荣 陈主任 跟大家的分析 跟大家的分享 谢谢你主任 我回去好好运动 加油 是 谢谢主任 谢谢大家 拜拜